出家 心意還是怎樣 還是很堅定 第二次他又出家 那第二次出家的時候 他就想說好 就由那個火車來決定 結果火車北上的先來還是南下的先來 就南下的火車先來 那南下火車先來 他就跟秀道法師兩個 就搭上火車 那就搭到高雄 搭到高雄之後 那時候高雄車站 因為早期有人在搭皮鞋有沒有 為人家搭皮鞋 他就那個搭皮鞋的那個阿公 就在旁邊有一本雜誌 那上人就把它打開來看 哇 他說看到有一個美國婦人 他在70歲的時候開始學畫畫 現在已經90歲了 成了一個很有名的畫家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說我已經七八十歲了 我什麼都 我就什麼都不要學 其實要學到了 活到了怎麼樣 要學到了對不對 好 那他就繼續往下看 他說看到 他說成佛陀在菩提樹下成道 那在他未成佛之前 他就是常常怎樣 靜思 他就看到這個靜思 兩個字 哇 就好像心中 升起了一顆歡喜心 他想說靜思 靜思可以冷靜 清靜 來思考人生的方向對不對 所以他就把這個靜思 兩個字就記在心裡 那以後他就 因為他後來又很多的姻緣 真的就是剔度了 就一直轉轉就來到 來到了花裡 所以他想說我要蘇家 一定要跟蘇家的名字 給他區隔 所以說後來他就成為靜思 其實靜思就是我們的慈濟人的精神 我們的精神 請問你每天有沒有靜思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喔 要冷靜 清靜 思考人生的方向 那我們的方向有沒有找到 老師你的方向有沒有找到 有喔 找到了喔 你看他老師就是天天帶我們來 把經絡都弄好以後 讓我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才會成就很多事對不對 大家的方向都找到了嗎 都找到了嗎 其實這個靜思就是我們 其實也不要說慈濟人的 終止精神 其實也都是大家 每天早上找靜思 管要參與 早上我今天要怎麼樣 要篤定我今天要做些什麼事 自己靜思 然後你們看 那很會 那很會 因為你的氣味